政治中共高层集结北戴河 传闻不断之时 中共顶级喉舌人民网 昨天子叶刊文称 北戴河在中共历史上政治地位非常特殊 并称中共的一些重大决策曾在此产生 澎湃新闻也在今日刊文 盘点北戴河专家休假制度18年 中共部分重大举措 而日前路透社更有消息显示 贸易战令中共高层分裂 王沪宁遭遇麻烦 有分析指 中共失去天时地利人和 断无生机 人民网文章 对本次北戴河邀请的62名专家的情况 做出了综述 表示这些专家都是顶级的 他们还参与中共高层的座谈会 发表意见 报道说 北戴河在新中国历史上政治地位 非常特殊 因为过去党代会之前 会在北戴河举行酝酿会议 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 也从北戴河诞生 这里被关以下毒之名 曾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原创新闻 第一阵营的东方早报的新媒体 澎湃新闻 是中共主体喉舌中扮向最具欺骗性的性党喉舌 其信息来源于高层 主导中共舆情 该新闻今日的所谓原创新闻 贴合了中共的时局 解构历年北戴河会议的主题 而今年的主题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而实质上这是针对中美贸易战中 厉害了我的国 原来不厉害的多项技术的公关等内容 报道盘点例子北戴河办公休假 两部中专家的作为 包括当时的社会热点紧密相连 其中不乏透露出当时党的执政理念 报道环蒂举了所谓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等北戴河的产物 其实 从中共北戴河会议历史来看 北戴河的酝酿会议 集中了中共的御用团队 智囊以及在任与退休常委 在中共面临存亡之秋的同时 这次北戴河会议有重大决策的可能性很大 路透社8月9日原名几位匿名中共官员的消息表示 中共内部很多人认为 宣传不满的浮夸色大引发了贸易战 将为此检讨 一名要求匿名的政府政策顾问表示 中国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感觉 中国的前景变得严峻 其中 路透社引述一位中共政府智库的学者认为 很多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 对北京的贸易战政策感到不满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 当局的立场过于强硬 领导层显然误判了形势 他说 从贸易冲突演变成现在的贸易战 已经令中共开始对形势重新思考 人们认为贸易战跟一些中共部门和学者夸大中国实力 误导了美国 甚至国内舆论有关 如此看来 上述喉舌媒体释放的信息可说是 专家有了当面向中共高层官员表达意见的机会 而他们的建议或将得到采纳 从而影响中共高层决策 路透社在上述报道中 还证实了中共目前的裂痕起因 王沪宁被认为参与了习近平 中国梦的策划 消息人士称 王沪宁被要求打造一个过于民族主义的国家形象 唯一的结果是进一步惹怒了美国 两位熟悉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 中共高层正在对贸易政策进行强烈反弹 习近平的助手 意识形态主管王沪宁成为针对的目标 其中一名与领导层和宣传口有联系的消息人士 对路透社说 他 王沪宁 因为宣传不但和过于鼓追中国而陷入困境 德国之声在引述路透社报道后提到 不久前 中国出现了一场倒湖运动 这里的湖就是曾经宣扬中国综合国力 全面超美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 除了上千清华校友 联名要求解聘胡安刚外 《新京报》 《环球时报》 《人民网》等中国媒体也发文 对这种耽误国家决策的言论提出批评或做出评论 而另一种看法认为 王沪宁被认为是中共高层中的胡安刚 不过 以及中共政权 周小辉也谈到中共目前的北戴河会议 认为习近平无论怎样也不能寐 都找不到良方 因为中共已经不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评论指 中共逆天而行 世道寡注 而在人和方面 对中国人民施行暴力 强强谎言 历次运动被信弃义 屠戮中国人 攫取民众所创造的财富 纵容假恶 爆横行 打压残害民主人士 有信仰民众等 使中国人实质 今日仍生活在恐惧 担忧和哀叹 麻木中 此外 中共以邪恶的无审论价值观 洗着民众 习近平上台后倒行逆施 大搞个人崇拜 以致微信扫地 而美国总统川普信神而获得智慧 获得神的庇护 获得大选 获得民众的支持 获得相应的荣耀 从各个方面看 川普已占了人和 评论最后说 在中美对决中 获得天时 地利 人和的川普将在历史上注定成就一桩大事 而北京没有丝毫的胜算 因为天地不住 人心背离 除非改弦更张 顺应时事 天意 人心 才会获得一线生机 未经许可 belief